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湖北的金门 今天这个视频啊 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金门的城市建设和风貌 因为没来金门之前呢 早就有九阳大名的 因为他有金楚蒙古之称 所以金门这个城市非常的有必要带大家来讲解一下他的历史 我走到金门的这个街头啊 我发现这里的生活气息真的是太浓了 谁说都可以看得见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 而且都非常的具有特色 你看千丛饼 豆腐脑 炒面馆 各式各样的美食 而且总店还不少 这边又是饺子馆 然后蛋糕店 反正还有这种小型的这些配套设施吧 而且我走到这个大点小巷啊 发现这里的人呢 节奏非常的缓慢 第一印象 我觉得金门这个城市给我感觉非常好 这边有一个连锁的早餐店 这个早餐 大家能想象它的物件吗 一碗粥只需要一块钱 而且还是青菜粥 道路的规划建设也是非常的不错 种满着梧桐树 我特别喜欢这些街头的一些小店铺 往往都非常的实用 其实金门这个城市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它是长江郑游城市群的重要城市之一 也是二镇地区的中心城市 它位于湖北省的中部 汉江的中下游 北边呢 它连接的是襄阳与隋州市 西边呢 又靠着宜昌市 东宁孝岗市 南边与荆州市 天门市接染 所以它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相当于是夹在宜昌与襄阳两座大城市的之间吧 金门设计内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的发达 拥有4A级景点有4个 其他的小众景点就不及其数了 这边呢 是金门的一个环保局了 虽然金门的景点不是特别出众 但是呢 它也是被评为了全国前20名的旅游城市之一 先后获得的荣誉也是非常多 你好比获得了中国绿化名城 国家森林城市 国际候鸟养生之都 金门的生活积极确实非常很浓厚 在这个街头随时可以看见本地的人卖菜 所以随时都可以吃到这种原生态的一些蔬菜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小店真的是特别的多 很齐全很实用 这种不计其数的生活超市也是非常的便民 走到这边就有点像现代化大都市的感觉 各种高端的酒店也是特别的多 这边也有很多的银行 还有这些大酒店 生态绿化确实非常不错 你看这边两盘都是种的梧桐树 现在我准备过马路沿着左边到火车站附近 因为火车站啊 它代表着城市的第一个面孔 也是这个老城区最好的见证者 高楼特别多 道路非常的干净 整洁 那么恒联一个城市信不信服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在于它的一个消费 还有它的一个物价水平 住房 交通 等几个方面的维度去衡量 其实金门的消费水平可以说很低了很清明 因为你走到这个大街小巷啊 随之便便 一碗粉和面也就五六块钱吧 这边比较有名的一个小吃就是矮子馅饼 确实走到这个小城我感觉特别的悠闲啊 虽然金门的经济不是特别的发达 但是它 个人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我很喜欢这的城市 尤其是金门这边的治安也是很好的 个人感觉也是很安全 如果是作为旅游的人来说 来到湖北的金门啊 你都不知道要吃哪一种特色比较好 因为美食实在是太多了 选择吸引太多 我之前去过很多城市 基本上很难看得到像 金门这样生活这么丰富的小城呢 现在已经到了火车站附近了 从这边给大家整起了华人宇宙 在这个实际路口 看一看这座气派的城市建设 真的也是很新啊 这边是中国邮政银行 这个邮政银行就是挨着这个火车站的 走到金门的这个大小巷啊 你看不见特别老旧的房子 你就个人感觉非常的新 而且他很多的店铺装修风格都是 非常独特 这边就是金门站啊 那边是公交集团 好像他们的公交车站台在那边啊 我本来以为金门这个城市有地铁的 但是想想也不应该啊 但是他这个很多地下通道啊 建设的就好像像这个地铁站一样的 而且这边的安保车车也是非常到位 武警在这里执行 这应该是金门唯一的一个火车站吧 他这里既有高铁也有动车 不是吗 他们al理认识 给他称致 不是吗 他们认为我们去买了 所以看到我们现在我们先去买到 他的费码 谢谢大家